看起来全台湾要找到能解决事情 或者解决他跟波台比较恩怨 乃至于他的选票不足的问题 这两大问题要有能帮侯友谊解决 还真很难再找到什么样的旗客人群 李大道 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侯友谊和客人的合作 几乎是要破局了 他们当然会各自努力 而他们各自努力的过程中 有一个关键的人他们都会去见 这个人叫做汪津平 汪津平在台湾可是史上干醉酒的议长 而他人家一直说他有块钱 而且因为他姓王嘛 有首童谣叫汪老先生有块地 大家觉得那个有块地就是立法院了 可是他其实不只有块这个地 他还有别的地 例如全台湾的农会 还有一个就是全台湾的这个博弈业 他可能对这一些相关的人士是具有高度影响力的 简单的说这叫做地方势力 换句话讲啊 王金平打几个电话 这个地方势力确实是会买账的 只是这个买账到底能买到什么程度 大家就很难说了 可是王金平总得去见啊 于是我们看到王金平呢 到底是对柯文哲好一些 还是对侯友谊好一些呢 结果是因为侯友谊是南部人 再者呢侯友谊他是朱立尔所支持的人 还有一个呢侯友谊 他被朱立尔的岳父高宇仁也支持了 而高宇仁呢确实是能说到王金平 大家一问高宇仁是谁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他是朱立尔岳父 并且干过过去的台湾省的省议长 这可不是一般人 再加上他自己还有股票上司公司 所以大家呢也叫他高董事长 你说有王金平跟高宇仁在支持他 那当然他的力量会大得多 可是我们知道整个台湾啊 因为过去长期有各种不同的发展 特别是在马王政争以后 事实上势力有很大的变革 特别后来台湾有所谓的太阳花事件 这个势力变革就更大了 也就整个中南部啊就不像以前啊 可以大一头 有王金平跟高宇仁说的算数 情况呢就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呢我们知道 在整个中南部地方势力啊 往往是聚地为王 而且啊在过去的一年 也就是2023年 从3月一直到这个11月啊 整个选举的发展里面啊 郭台铭呢是扫过了一次 他这个扫过还不只是 只是经过或开开各种造势大会 他真的作用啊是跟这些地方势力 有了实质的各种交易 或者是条件交换 当然他就会拿到地方势力的支持 以及选票了 请各位注意啊 这个力量就不可以小觑了 那么看看到底郭台铭的力量大 或者是王金平加高宇仁力量大呢 事实上啊 地方势力要的是钱 所以啊钱的力量不会比较小 我们看到当时候各个地方几乎都说 他们要支持柯郭配不是吗 然而现在呢柯郭有没有配 他们即使表面不配 实质也配 也就是郭台铭实质上是支持柯文哲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问下个问题 从苗栗开始 沿路包含台中 彰化 南投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甚至到东边的南部 那就是台东 这些地方到底是支持王金平高一人多 还是支持郭台铭的多呢 答案是 好怕王金平跟高一人是有支持 但是那些都是老交情 而且是成年往事 所以呢 票可能 是60%会被郭台铭这边给搜刮走 换言之 两边如果派出代理人战争 那就是郭台铭的柯文哲 以及朱立伦的侯友宜 他们所拿的票呢 从苗栗一直到屏东台东 说不定还柯文哲再更多一些 虽然王金平愿意支持侯友宜 虽然王金平不喜欢柯文哲 但结果仍然是侯友宜 没办法在中央部本该他拿的票 多拿一些 于是打电话给郭董事长 那当然就很重要 或者是跟郭董事长见面也就很重要 王金平四次透过侯友宜的请托 是要见郭台铭 郭台铭以前是只要见到王金平的电话 立刻会接 现在知道是要为侯友宜请托 电话索性不接了 第一次接一听说是要见侯友宜 立刻就说不了 接着呢是再说是侯友宜 那就立刻直接玩具了 然后接着就是不接电话 所以四次的请托 其实结果那就会有已读不回或者不接 这种社群软体的应用呢 大家都十分了解了 我就不在这多说了 现在的局面那就是确定侯友宜 拿不到郭台铭的支持 只能拿得到王金平的支持 既然是这样 那么侯友宜的选票 会不会就比2000年三月那时候 连在所拿的280万票低呢 这个几率非常高 一旦是到这个局面出现的时候 就影响到整个国民党的 不分区立委的选票 到了这步的时候 那么朱立伦 他恐怕就很难继续在党主席的位置 继续盖下去 而侯友宜回到他的新北市 也可能会面对当时候韩国瑜所遇到的局面 那就是会不会有人提罢免 更何况如果到时候所胜选的 不管是赖清德或者是柯文泽 会不会回头一枪 来来协助这个所谓的罢免行动 就未可知了 更何况这过程里面 他还严重的得罪了郭台铭 到了这个份上郭台铭如果在施石地 别忘了郭台铭他的总部也在新北市 所以对于侯友宜的压力来说 那是奇大无比 王金平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看起来全台湾要找到能解决事情 或者解决他跟郭台铭的恩怨 来自于他的选票不足的问题 这两大问题要有能帮侯友宜解决 还真很难的找到什么样奇特的任选 感谢你的收看